因为我前面这边跳到这边可能跳太宽了 那同学一下子又会很多问题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记得一定要是放在一月份子 一月执行 如果你放在第一季执行的话会产生错误 什么错误呢 比如说我现在 试一下 特别注意 这个会陷入无穷回穷 为什么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回传的结果是多少 1048576 列的话就是1到104857就是100多万 然后蓝的话呢 蓝回来是多少 蓝的话range 这边还好到5 也就是说它要跑的话就是 1048576乘以5 要跑这么多次 总共要跑500多万次 那里面的储存格内容 前面三个是有 前面五个是有 但是底下全部都是空白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指定给它是哪一个讯程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改写一下 比较正确应该是这样 我把它改一下 就是在上面这里 如果说你不希望放错 因为放错 因为放错储存格产生错误的话 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呢 这边可以 shits1 告诉它说第一个 这边可以告诉它说第一个 我现在要指定的就是 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列的范围 跟第一个工作表里面蓝的范围 然后呢我要把什么呢 把第一列 第一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超到第四个 第一个放在第四个 所以这边这两个都要指定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跑就比较不会有无穷回圈的问题发生了 那我们再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已经指定给 它是 shits1的话 那这个里面的值是多少 如果你游标放上去 它不会跳出结果的话 教各位另外一招 如果我希望知道这个的结果是多少的话 那我可以用那个检视里面有一个叫即时运算视窗 或者你可以记CtrlG CtrlG之后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问号一下 然后呢 把这边里面的值 CtrlC一下 在这个问号后面 空格然后贴上按Enter 它就会告诉你现在 这个 就是在shits的第1个工作表里面 返环回来的是总共它里面有31列 这样的话 就不会跑 1万多个 那就不会刚刚有很多同学 奇怪一直跑不跑 怎么跑不出来的问题发生了 对不对 那一样第2栏 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这边有几栏的话 一样 CtrlC 那是这样的工作 这边有一个工作的工作 一样的工作 然后又是这样的工作室 那是这样的工作室